现在让我们重温一下斜坡工程施工程序的重点 开工之前,要做好安全跟环保措施 包括做安全围栏和临时排水系统 一开始开挖的斜坡面,必须要用帆布盖好 开始做泥钉之前,要做拉拔测试 合格后才可以正式施工 钻泥钉孔时,必须符合好钻孔的角度、直径和深度 入钉前,要检查泥钉钢筋的类型、直径、长度、镀芯状况 制中气要足够,中间和中间距离要适当 入泥钉和灌浆要同一天进行 泥钉灌浆前,要做浆液流动性测试 浆液水分流失测试,以及浆液样板 喷草时,植草种子的混合物要平均地喷在斜坡面上 喷草前后,要在斜坡面上适当地铺盖防侵蚀保护网 喷浆前,要用水淋湿斜坡面 喷浆要一层一层地喷,达到适当厚度为止 完成工程的斜坡,要根据斜坡维修指南GEO Guide 5 并且做出适当保养和维修 在建筑工地里所有的工序,其实都有很明确的指示和严格的规矩 可是无论规条有多完善 最重要的是,每一个参与的单位和每一个人都要忠诚合作 质量才可以有所保证和进步 齐心合力,上下一心,提高房屋的质量 为人为己,提供一个理想的家居 这是我们建筑业每一个人的分内饰 在哪儿,每一个人都要找到你 这是我们建筑市里的方向 我们建筑工程